桃園機場報到大廳 一早一如往常正常盈喻 然而多數旅客卻不知道 其實在稍早 有兩個航班上百名旅客 出國行程被耽誤 你說怎麼摸黑 整條沒電那樣的 整個黑的 不是有些電櫃 電櫃是黑店 原來是桃園機場又出狀況 這回是第二航廈 上午7點半左右 因為地下室配電盤 陷入跳脫 造成無預警的挑電 儘管一個小時後就修復 然而桃園機場 這樣的lux hand 卻已經讓民眾聽了夢搖頭 這下子糗了 因為還有印象 去年12月 因為長榮空除工程施工不慎 造成桃圾二度停電 6航班1500多名旅客 因此受到影響 還有過年期間 也因為大跳電11分鐘 造成一航廈 出境報道作業中斷 影響民眾出國旅遊性質 以及3月二航廈跳電 從出境大廳到候機室 免稅商店全都漆黑一片 就像這一次 算算每個月桃園機場 都出包 鐵錠是 因為這個行程都是固定的 對 會耽誤後面的行程 對 對此交通部表示 早在去年就已經成立 小組協助逃機 從設施設備和工作流程 同時進行檢討 只是這樣的平跳電 民眾也想問 到底還要忍受幾回 記住志展顏靜宇 桃園報道 好看 好看 好看